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六零六出来 李夫 布朗 李夫 布朗 李夫 我给你送书来了 夹古文研究 这是董作斌先生最新出版的 上面有几千个夹古文字应有尽有 你不知很喜欢夹古文吗 是的 我喜欢 我的那两个字也在里面 那两个夹古文我已经刻在心里了 木兰 那些夹古文你还常看吗 我把所有的夹古文做成驼片 和获得一大本 附曾乡先生找了民国的元老王世珍 他答应写信给总司令把你保出来 你花了好多钱吗 只要能把你保出来 咱们都无所谓 你应该知道你的生命对于我妹妹有多重要 还有我 万一我被他们杀害了 尽时尽时 有你嫁到婚元之际 我也就先无遗憾了 不 我要你活着 我一定要你活着 莫拉 你要是再给我查一次命名为我 这是杨姬叶 内无良子 外无救兵士长的 在这儿吗 我想听 小姐 时间不多了 快走 李夫 李夫 先去指引天上药 我知足了 李夫 李夫 快走 快走吧 快走吧 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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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在这等谁呢 出不出局呀 这小脸蛋长得可不错呀 滚 我又不是不给钱白玩 这是警察局 我刚从里面出来 你想进去吗 我叫人了 我不玩了 不玩了 小姐上车吧 小姐 您去哪儿啊 是王府花园还是曾家 你怎么知道 陈云 你把陈曼后事都来理好了 从安晴回来了 怎么不去我家呢 我能干什么呀 走吧 跟我一块回去吧 陈亚叔叔回来了 陈云叔叔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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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回来了 木兰你去哪儿了 狄妃等你半天了 那我先去一下 好 狄妃 姐 见到王司令了吗 根本不让见 卫兵把我挡了架 那王老的那封信呢 细时看了 可是没有下文啊 民国元老算什么 他们早就过时了 现在谁还把他们放在眼里啊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我们一定要把立夫救出来 那个陆军的监狱里呀 天天在杀人 他随时可能遭遇到威胁 哎 木兰 你去监狱了 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你当不当我是你丈夫 姐夫 你听我姐说 你们不知道有多可怕 那个枪声好像还在我耳边响起 我是轻耳听到的 太惨人了 这位王司令 少年得志 典型的骄兵汉将 软硬都不吃 除非是他的总司令 哼 我看未必吧 牛子云他就不吃吗 你算说对了 他是寡人有吉 寡人好色呀 有件事情 简直令人发指 北达有位高教授 也被捕了 他的妻子 不知拖了什么门路 找到姓王的去求情 他人很漂亮 姓王的居然看上了他 提出了非礼要求 这个畜生 高夫人宁死也不肯 姓王的一怒之下 居然下令把高教授枪决了 连个立行公事的判决都没有 这算是军法从事 这里夫兄还有救吗 姐 真的只能坐以待毙 谁也救不了他了吗 莫愁 只要不到山穷水尽 我们就要把一分希望 变成一百分现实 四季肚子里也要走出火招 我去找王司令 不 你千万不要去 我听嫡妃说 王司令是个恶棍 你去了以后 凶多吉少 姐 这几天 我每天烧香 求菩萨 就希望他能够平安无事 也不知道许了多少心愿 可一点用都没有 求人不如求疾 要是能够用我的命 把他给换回来 我也认了 姐 要是我回不来 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妈妈 莫愁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 她自己不知道 她在说些什么 但是 她的姐姐听懂了 那就是莫愁深深爱着利夫 我祝愿他们 两颗若即若离的心 到底紧紧贴在一起了 就是为了这种爱 我也应该义无反顾 莫愁求你有什么用 这生杀大权也不掌握在你手里 他信任我 木兰 你不会真要去找那个王司令吧 那你说该怎么办 木兰 我不同意你去 那个姓王他是个衣冠禽兽 他一定会成人之位的 人病自辱而后人辱之 要木兰不是牛宿云 只怕你到了那时候 你身不由己 最多是个鱼死亡婆 木兰 木兰 你真是去拼命 这样对孔立夫能有什么好处 咱们不能卖一个再搭一个 一个也不会卖 不行 我不许你去 莫愁 你不能去 姓王的禽兽都不如 你去也没用 哥哥正在给你想法子 你是不是在等等消息 我怕来不及了 麻烦您再快一点 给 谢谢啊 请问小姐有什么事 我要找一下王司令 小姐是 我姓曾 我的父亲是北京电报局的总监督 小姐有公事 家父有封信 必须面交王司令 小姐请稍等 她出去了 她出去了 去哪了 说没说 少奶奶没交代 会不会去王府花园了 快去姚家看她在不在 快去啊 好 对不起 小姐 司令还没有到 那 你知道她的公馆在哪吗 她住在临时公馆 在六国饭店 小姐你好 小姐 有什么事吗 我找王司令 我也要紧的是 小姐 这边请 司令不在这里 人家告诉我 王司令的公馆就在这六国饭店里 我说不在就不在 老总 这点钱 你就拿去用吧 给钱也没用 算了身边早就有人了 而且比你出色的多 我就拜托你了 通如一次 就一次 小姐 求求你了 先生 通如一次好吗 我真的求求你了 莫愁 你怎么来这儿了 他们一听说我是姓姚的 就不肯借我 你先回去吧 听我的消息 回去吧 小姐请留步 我是约好的 你带我上去吧 电报总局曾小姐 他爸爸是谁啊 你没问清楚 晃他 曾文博好像只有儿子 没有女儿 他长什么样 漂亮吗 难道是姚木兰 你认识 我见过 他确实长得很漂亮 比你呢 你们男人都一样 遇到漂亮的女人 就混不首射 哎呀 我忘了 当着女人 绝不能夸另一个女人 讨厌 他找司令什么事啊 是替那个孔力夫求情吗 哪个孔力夫 她的情人吗 哎呦 就是那个在报纸上写文章 辱骂政府的那个呀 进来 报告 司令 楼下有位客人求见 谁啊 是位女客 姓姚 叫姚木兰 果然是她 哎 真行啊 都找到这儿来了 要不漂亮 马上就可以揭晓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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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小姐 你先去餐厅吃早餐 我不去 哎 我就来 我就不去 你付款 到 你陪牛小姐去 哎 啊 牛小姐 请 哼 三弟妹 哼 我们真是殊逐同归啊 你终于来了 哦 对了 老三 他知道你来这儿吗 哎 可惜啊 这顶绿帽子 他是戴定了 哈哈 哈哈 四弟 客人到了 我 哎 小姐 你找我 我要求司令开恩 快起来 这样美的女人给我下跪 我可不敢当 谢谢司令 人都说你是美人 我还不相信 真是文明不如见面 小小姐请 请坐 小小姐请坐 来 坐 坐 好 我是为一个犯人来求情的 他被逮捕了 关在陆军监狱 他非常冤枉 他是一个学者 一个教授 一个研究学问的人 又是教授 北平的教授 毫不安分 可是 他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而已 君子曰 侠以武犯禁 如以文乱法 煽动民众 也足以判死刑 他写了篇什么 好像是树木的感情 树木的感情 那是篇什么文章 我倒还能背上一两句 树木是有感情的 就和禽兽一样有感情 如果我们折了一根树枝 树木会觉得受到了伤害 如果我们接下了树皮 它会感到被人打了脸 就这些吗 无聊的狠 可是法官认为 这是共产党的主意 胸无点墨 不学无术 如果司令都这么认为的话 我觉得他真可以释放了 你还没有说 这个人是谁呢 他姓孔 叫孔利夫 孔利夫 对 他就是一个书呆子 书呆子 姚小姐 你不会是轻描淡写吧 不是我轻描淡写 恐怕是底下当差的人 小题大做 哦 那 我得去问问司令部 司令 你不用查了 他是被人陷害的 谁要害他 为什么要害他 司令可以问问 刚才从这个房间出去的人 牛小姐 是我不提名道姓了 这件事情 也算我们家亲戚之间的家丑 有一个亲戚 涉及到污秽不堪的丑闻 声名狼藉 孔先生仗义直言揭露了他 而这个坏人的妹妹 正好嫁到我的婆家 他从此就恨上了孔先生 发誓要报这个仇 到现如今看来 他是如了愿了 嗯 我明白了 明白了 姚小姐 我可以答应你的请求 啊 多谢司令 多谢司令 你要怎么谢我呀 司令 我要走了 门已经锁上了 啊 再说 我还得跟你写手令呢 嗯 我还要 找个人 Audio 课 刚才 还让人你 zi 中心 我想起一件事情来了 什么事 高教授的事情 高教授 你也知道高教授 那是一件很惨的事情 高教授被抓到警备司令部 他的妻子为他去求冤 找到了警备司令 结果那个警备司令不怀好意 在遭到高夫人拒绝之后 把他们夫妇俩都双生刺死了 你从哪里知道的 这件事情 北平的老百姓 谁不知道啊 都在议论着 都两三年了 那个司令 那个司令 好像姓吴 是啊是啊 原来的警备司令是姓吴嘛 不过 他现在已经被王司令赶走了 北平的老百姓 我不拍手称快 我想王司令 肯定不是吴司令那种人 小小姐 你比我做好人哪 那司令您的守令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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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司令 请留步 药小姐 今天你胜利了 我替孔利夫 谢谢司令了 杨木兰走了 咻 就这么早了 没想到 司令您 您也有失手的时候哈 嗯 老子今天吃素 哈哈 哈哈 张监 啊 给 哎呀 您跟我走 把门给打开 您走好 杨小姐 您可真有道哈 居然把王司令的守令弄到手 嘿嘿 李夫 我吵 李夫 你还好吧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孔先生 您自由了 李夫 咱们走吧 谢谢点狱长 不必客气 嗯 木兰 李夫被放出来了 这进了陆军监狱不死也得脱藏皮啊 他是怎么出来的 请被司令批的条子 那谁找他批的呢 难道是莫愁 莫愁哪来那么大面子啊 哎 那个王司令不会欺负莫愁吧 莫愁没有见到王司令 哎 那就是你了 哎 他怎么会卖你这么大面子呢 就连民国元老的亲笔信他也不写一顾啊 他 不会 不会占你便宜了吧 他能对我怎么样 你礼相待呗 他没有提出什么非分要求吧 没有啊 他很客气 通情达理 这就怪了 外面传的难道都是假的吗 因为我给他念了一篇文章 树木有情 树木有情 结果他听懂了 这简直是天方夜谈 不过太险了 真是羊入虎口啊 算了算了 明天啊 我请李夫兄吃个饭 给他压压惊 心脏水烧好了 快去洗吧 这身上的味道已经不能闻了 谢谢你啊 还有 干净的衣服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身上衣服 记得拖下来以后烧掉了 莫冲王 这王司令的首令 你是怎么搞到的 这真是奇迹 花了很多钱吧 不是我 是我姐姐 木兰 我只希望你记住 是我们姚家人 舍生忘记 把你救出来的 我刻骨铭心 莫冲 感谢你没嫁人 你先去洗澡再说 来 木兰 如果关在陆军监狱的 不是孔立夫 而是我曾孙雅 你会 这样去救我吗 嗯 我不但会去救你 还会替你去坐牢 你说的是心里话吗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你妈 孩子怎么了 没事 小姐做梦呢 啊 哦 啊 需要 疲分 走 着 啊 uckle 妈妈妈 快打开收音机 回来了 有人放育勇军进行曲呢 好 来 最危险时候 每个人被迫 就发出最后的哄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人中隐形 猛着鼎鼎的泡沫 前进猛着鼎鼎的泡沫 前进前进前进 唱得好 真乖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不做王国奴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不做王国奴 打倒麦国贼 还我江山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不做王国奴 光阴四季 已经到了民国26年 国家的增加 已经整整十年了 阿美已经上了三年级 但是时局越来越动荡 日本人不仅占了东三省 又在窥市华北 狼子野心 路人皆知 正像利福说的那样 偌大的北平 已经没有安放一个平静书桌的地方 曾老板 来 上茶 你这生意兴隆 才要滚过来 别提了 这战争年代 我这铺子说不准也要歇业了 来 坐 这日本鬼子 在东三省闹了五六年 这谁还有心思玩古董呢 就连故宫的那些国宝啊 也一车车的难迁了 利福兄 学堂怎么样 还有没有人在闹学潮 这学生们上街抵制日货 插出不少走私来的东洋货 不过 这琉璃厂当然是例外了 据你看来 北平怎么样 保得住保不住啊 日本人得寸矜持 也许不久就要占领北平了 北平可是咱们的古都啊 你说咱们这么多的军队 怎么就打不过他们东洋人呢 这万一日本人打来 崔亚兄 你怎么打算 反正我是不会给他们做顺民的 我能怎么办 我这么一大家的人 上有老下有小 我这大宅子 我能带走吗 李福兄 姚家怎么办呢 莫愁有什么打算吗 这三国时候 恐龙说得好 覆巢之下也有顽卵 崔亚兄 这日本鬼子 不断占领我们的国土 还垂涎我们的文物 你这些宝贝 也有所打算了 嗯 嗯 喂 哦 莫愁 你的电话 嗯 喂 请问是哪位 啊 你现在人在哪里 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 啊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 妈妈 爸爸有消息了 他现在在哪里 没说呢 只是叫人烧信回来 我这就拿 小姐 请 您请 请问 这房间里头有人吗 我是来取信的 先生 有人打电话给我 说是让我到这来取信 莫愁 你不认识我了 林怀玉 是我 莫愁 请坐 我回到北平 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你 八年了 憋了无恙 电话是你打的 如果不说姚伯夫来信 你会来吗 你骗我 手段可以商榷 但目的 确实真诚的 我在日本 每天都会想起你 都会梦见你 如果说 我曾经对不起什么人的话 那个人就是你 对不起 我还有事 莫愁 你就这么残酷吗 老朋友 老情人见了面 聊几句 叙叙旧总可以吧 我和你还有什么旧可叙 你们牛家害我 害得还不够惨吗 牛家已经成为历史了 我的老爷辈包括我哥哥 谁都到了好死 你的怨气 也该消了吧 莫愁 莫愁 你让我走 莫愁 扶桑八年 我还没有成家 也没让我心动的女孩 我还是截然一身呢 好莫愁 我们能不能重新实际旧梦 把她做缘好吗 我已经结婚了 有丈夫了 你是说孔丽夫吧 你知道 我们现在还是死对的 这一次 我不会放过她的 你说什么 你还想害她是不是 不是我害她 是她咎由自取 我告诉你 这个人是我的丈夫 你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 我就跟你拼了 老秦儿走了 没有一点我断四连的意思 看你这和服穿的 还得我教你 教什么教 这衣服穿得一点都不舒服 我这么穿出去 别人还不把我当成东洋人看 我可不招内骂 莹莹 莹莹 你 你干什么 明天找个小贩 让他们拿走 这些书都是我用的 你还留着干什么 我怕人家打你个吃话分子 抗日分子 你早被他们盯上了 他们 他们是谁 你别问 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出了什么事 你今天遇到谁了 我谁也没遇见 可你看看明明说 像你这样的人 不被人家盯上才怪呢 李夫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像你这样又写文章 又和学生查日货 你还怕没有人能除掉你吗 你害怕了 当初我和你在一起 并没有爱上你 只是感激 可我跟你一起生活了八年了 我已经认命了 我只想批批安安的跟你过一辈子 我不要提心吊胆 我不要担心害怕 这样过分吗 八年前的事 我不想再重复了 李夫 你答应我 你可以抛开政治 你可以不去教书 我只要你平安无事 你不点头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莫愁 你怎么办 你别管 我找李夫 有点事情商量 他不去 他又不是你们海关的人 他去干什么 他不是海关的人 可他还是个中国人 海关查到一件 上百万的走私大案 证据确凿 你是集司局长 责无旁贷 我只想请你帮帮我 这合适吗 你知道走私的是什么 是什么 毒品 日本人 就因为牵涉到日本人 太敏感了 海关里也有亲日派 只怕还没有行动 就已经走漏了风声 我应该怎么做 帮我调查 我赤手空拳 力不从心吧 你何止赤手空拳 我特地求助 是希望你的组织 助我一臂之力 你说什么呀 我哪有什么组织 利夫 我不是党部 也不可能成为什么 告密者 但是我知道 或者说我能感觉到 你孔利夫 绝不是单打独斗 你背后应该有一个 强有力的组织 而且 他们也会同仇敌忾 坚决抗日的 我帮你调查 哎呀 这箱东西怎么办呢 牛肃云之根之底 我怕它跟东洋人 勾结起来 那可就是 在劫难逃了 要不 到院里树底下 挖个坑把它埋了 这些东西埋在地下 已经三千多年了 刚刚才出来几年 又要买啊 我想到了 应该把它送回王府花园 我知道那里 有一个绝妙的地方 这仗要真打起来 咱们这一大家子 还不得逃难 谁都有人照顾 只是 我担心咱们曼妮大嫂 怕苦了她一个人 平哥走了十多年了 阿萱也长大了 曼妮姐姐应该 考虑一下自己了 咱俩想到一块去了 眼前呢 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 准合适 可就是 身份低了一些 恐怕妈妈 不会同意 没关系 我妈那我去说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还考虑这些干什么 那你想的是谁 你想的是谁 好了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别动 我是二十九路军 你要是不投降的话 我杀了你 别别别别 阿萱啊 这个只能打六发 打不了七发 知道吗 那你再给我做一把子弹多的 好 阿萱 来 吃粽子了 吃粽子了 妈 我找阿玫玩去了 去吧 少奶奶 这个是你的 还有我的 这是我自己包的 这里面有姜米小枣的 还有豆沙馅的 对了 还有这个 这是我们南方老家的包法 是吗 是火腿馅的 好好 你多吃点 谢谢少奶奶 吃粽子